豪门婆婆因讨厌而喜 把她辛苦做得满汉全息一股脑全倒了 原来就在前几天 太金妈跟着大女儿来到太金家 发现离家出走的婆婆居然藏在这里 更离谱的是家里人都和严度关系甚好 全上门帮忙给她的孩子补办百天生日会 太金妈误以为家人全都背叛自己当场大发雷霆 回到家太金妈还沉浸在伤心的情绪里 这时孩子们带着奶奶回来了 太金妈气得冲出去要个说法 但太金大哥表示 整整一年了全家人早就受不了家里压抑的日子了 太金妈听完更爱气 一年时间都受不了 在这个家自己可是整整瘦了15年 又有谁会体谅她吗 太金妈越说越气直接冲出家门 见婆婆生气离开严度十分担心 她打电话给大嫂询问太金妈的情况 得知婆婆也离家出走 她赶紧带着太金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听闻太金爸跟着去了孔家别墅接婆婆回来 他们就决定在家等太金妈 想当面跟她解释清楚 可晚上只有太金爸一个人回来 她把大家叫到客厅突然宣布要分家 听了这话奶奶十分不悦 太金已经为了严度离开 现在儿子也要丢下自己出去和老婆住 她生气地起身回房 晚上严度和太金还在烦心 严度便决定亲自上门劝劝婆婆 第二天她带着孩子来到孔家别墅 假装着急给孩子换尿布趁机溜进了屋子里 见严度在屋里待了半天还不出来 太金妈就上前催促她离开 这时严度趁机向太金妈解释了误会 还说想在这里照顾她 可太金妈完全不领情 把她赶出去 见太金妈迟迟不肯回家 太金大哥大姐就互相指责是对方逼走了她 大姐16年来没有喊过一声妈 而大姐认为大哥只做表面功夫和她有什么两样 才发奶奶听到外面一场吵闹 赶紧出来拦住了两人 刚回到房间她就接到严度电话 说想请她帮个忙 另一边新金女来到严度家 说有事要和严度妈谈 新金女告诉严度妈老年学校的校长是她老爸 还说他们两个是绝对不能在一起的 原来她之前去学校探望父亲时撞见两人举止亲密 虽然是自己逼迫的父母离婚 但她也不想让父亲和情敌妈妈节外生枝 于是她警告严度妈尽快理清和父亲的关系 不然她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严度 严度还待在别墅不肯走 她买回一堆菜亲自下厨为太金妈做大餐 但太金妈完全不领情把菜筒筒倒掉 结果一个不小心把盘子摔在地上 严度直接伸手就去收拾 手指不小心被划破 太金妈担心的不行 没想到这时奶奶居然带着一大家子人来了 太金妈健壮依旧说着气话想把家人赶走 没想到太金奶奶直接上前抱住了她 一上来就连连道歉 承认是自己小心眼太欺负人了 让自己的儿媳和孙子受了这么多年委屈 奶奶真诚地道歉让在场的人十分羞愧又满是感动 见婆媳两人抱头痛哭 太金大哥大姐也为之前的所作所为向太金妈道歉 奶奶告诉太金妈是严度拜托自己带家人过来的 也多亏了严度 让自己这些年没能说出口的话都说了出来 财阀奶奶还告诉儿媳 严度说以后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在的生活 为了避嫌严度早已跟着太金悄悄离开 她跟太金说打算回娘家待几天给她留出空间 等她和婆婆处理好关系再见面 晚上严度妈见女儿回家 突然想起那天和新金女的谈话 她主动给新金女父亲打电话说自己打算退学了 渣男也打电话给新金女 想从她那里打听严度的消息 新金女本就为父亲的事心烦 听到严度这个名字后直接对渣男发表 晚上回到家 奶奶突然宣布第二天要去找太金道歉 太金大哥大姐也表示会找机会好好和太金聊聊 没想到嫁到孔家这么多年 家人居然主动兵士前嫌 太金妈十分欣慰 晚上她想起奶奶说起这一切都是严度的功劳 太金妈也不再纠结 第二天一早她来到严度家主动向他们道了钱 还表示希望以后能跟严度和太金一起生活 严度给太金打电话 告诉了她婆婆同意两人在一起的消息 太金心冲冲下楼准备接严度回家 却在电梯口遇到上门道歉的奶奶 没想到渣男也跟在后面 感谢观看